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盘点江夜四美现状,袁冰岩机身小花行列,女主事业发展平平 袁冰岩饰演莫珊珊 袁冰岩在江夜中饰演的舒吃莫珊珊 自创的施法结印首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短视频平台中被评为最美施法首饰 袁冰岩凭借温婉贤淑可以说是圈粉无数 20年上映的古装仙侠大剧琉璃更是让其人气大涨 前期六感尽失的玄机娇憨可爱 后期战神时期的玄机英姿萨爽 可以说无论哪种样貌的楚玄机都被袁冰岩演绎的入目三分 袁冰岩更是凭借楚玄机一角迅速上位 今年拍摄得住清好也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 如今的袁冰岩虽然还算不上一线小花 但是已经妥妥的机身流量小花的行列 童谣饰演李渔 童谣在江夜中饰演唐朝公主一角 曾因夜幕遮兴 国江不宁这句批语远嫁金战王庭 后金战王庭蝉鱼暴毙后 携蝉鱼之子小满回唐国 童谣饰演的常公主虽然治国才能一般 不过野心勃勃 在李渔之后童谣接拍了都市剧《三十而已》 据说是被童丽娅推掉的角色 却没有想到意外地成就了童谣 《三十而已》成了暴剧 童谣凭借《三十而已》再次翻红 更是凭借顾佳一角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 孟子逸饰演叶红瑜 闻明天下的其女子叶红瑜 孟子逸在剧中饰演爱恨洒脱的道吃叶红瑜 性格坚毅 为人冷漠 余与宁缺结下了共同修行的革命友谊 然而立场的不同则令他们二人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敌一友的生死之交 叶红瑜一角其实并没有为孟子逸带来太多的名气 真正让孟子逸在娱乐圈中有了姓名的是随后一十九年播出了《陈情令》 孟子逸在其中饰演温情 不过这次的出名却是源于江湖传闻孟子一代资金组加戏等等传闻 不过好在21年的时候孟子逸参加了综艺50里桃花雾的拍摄 这次真人秀让人们第一次真正的了解了孟子逸的性格 一个有点小作又有点可爱的小女孩 宋依人饰演桑桑 宋依人饰演的桑桑名义上是宁缺的侍女 但是其实二人相依为命是彼此为亲人 饰演桑桑的宋依人近两年虽然也出演了众多电视剧 但是可能是受外形的影响 只是在一些可爱小甜剧中打转 宋依人外形比较娇小 长相也算不上大气 所以很难出演一些大女主 气势上比较吃亏 所以说 虽然在江夜中桑桑是毋庸置疑的女主 但是戏外 宋依人反倒不如其他三位女配的发展好